哈囉,拍影片啦 分享今天 吃的晚餐 老婆煮的 我餐應該不錯啦 茄子 我相信很多人討厭吃茄子 茄子 小時候我也不敢吃 長大就會喜歡吃 有些討厭軟的那種口感 會覺得很噁心 其實不會 小時候大家都應該不太喜歡吃茄子 你們後面幾個 有誰敢吃茄子的 應該沒人喜歡吃茄子 茄子 茄子 茄子還蠻喜歡的 你現在加點醬油 就覺得蠻有味道 然後 我發覺 我蠻喜歡吃牛肉麵的 但是 金門好吃牛肉麵 店家沒有很多 真的沒有很多 沒有很多真的 我覺得大部分問題就是 湯頭都覺得差不多 沒有特色 就是等於說 湯頭就是紅燒的味道而已 紅燒的味道其實 其實是不會採雷啦 只是不是很特別 然後 麵好不好吃 四個關鍵 然後 重點是牛肉 有沒有燉的 入口即化 最好是半斤半肉那種 我最喜歡 然後就是入口即化那種感覺 因為沒人喜歡吃牛肉 牛肉好像吃牛肉乾的感覺 對啊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泡麵 泡麵那個牛肉 泡麵那個牛肉料 牛肉雖然很小塊 可是很軟嫩很好吃 然後一空五桃啊 都會這樣吃我 然後台灣的牛肉麵 吃起來跟今天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那個 我之前有一家我覺得蠻喜歡 可是後來好像沒有了 那是美食街的一家 對 好 接下來 好像還有一家嘛 好像一家叫牛家莊 還不錯吧 牛家莊 我沒說好吃吧 我可能會去吃看看 然後還有一家叫什麼 熱食的 熱食的那個牛肉麵 在那個 可是它價位蠻貴的 因為你那邊要賣一百一 比三外這邊的行情 價多十塊錢 可是 好不好吃 重點好不好吃啊 對啦 味道我習不習慣啊 因為畢竟三外那邊我吃喝喝太多家了 然後金門好吃也沒有幾家而已 最有名就是老爹 老爹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它雖然不是最大碗 可是它肉的品質真的是 真的很不錯 老爹真的 最喜歡就是老爹的 OK 好啦 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影片歡迎訂閱喔 掰掰再見 哇 聊了快三分鐘了 好啦 掰掰再見